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芮香 芮香这种植物在春季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那么就有花友斯讯问 为什么自家养殖的芮香开拜花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长出新叶的迹象呢 其实这种情况 有可能我们有两点没有做到 那么这两点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修剪 当我们的芮香开拜之后 就要及时的给它修剪 但是修剪的过程中 相信有不少花友 给它修剪长花 这些都已经给它打顶了 那么它就会从这个枝头上 冒出了芯芽芯叶 所以当我们的芮香给它修剪掉之后 不仅要剪掉长花 并且也要把一些若枝病枝 要给它修剪掉 这样才能减少养分消耗 助使枝头快速的长出芯叶 这个枝头就是给它修剪过之后 就是一变二 然后就二变四 这样才能让它分支的多 整个株形才会圆润 第二点养分在这个生长旺生期 有可能我们给它适用的养分少了 没有满足生长需求 因为当芮香开完一长花之后 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当它恢复生长活动 我们要给它补充养分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促使它快速的长出芯叶 像这盆芮香给它修剪掉之后 就是给它使用了101活力素 为什么要给它使用活力素呢 因为这种活力素它是可以促进 脊椎细胞快速的分化分裂 能使脊椎细胞活叶起来 这样它才会恢复延期 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生长活动 那么当它恢复生长活动之后 我们再注一把粒才能促使它快速的冒出芯叶 那么给它注的粒呢 就是使用这种花多多10号 它所含的蛋黎甲元素非常丰富 尤其是蛋元素偏高 这样就能促使它快速的生长 7到10天给它适用一次 1比1000的比例 值得给它光照充足 因为在这个春季光照油盒 我们可以给它晒晒太阳 但是遇到强光的时候一定要避免 这样才能让它增强光合作用了 继续的光合产护多了 才会回流到脊椎 能够促使它快速的长出新芽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